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紅潮禁聞 今天是美中時間的6月11號星期六 我們來關注最新的中共高層 還有傳趙薇及其丈夫黃有龍 曾經幫助曾慶紅之子曾偉的白手套 前台操盤手蕭建華被封殺 可能是受到馬雲的牽連 不過也有分析認為 趙薇背後有更大的資本支持 牽扯到中共權鬥 此前有港媒推測 趙薇被捲入了政治風波 共同和江澤民派系 培養勢力 建立海外統戰網絡等 與習近平可謂示範 據《華爾街日報》9日引述知情人士表示 肖建華近日將在上海受審 上海檢方計劃已非法吸使 中共二十大通常在10月到11月之間召開 由於中共政治黑箱作業 各種蛛絲馬跡都是外界判斷 中國局勢的重要線索 6月11日中共外交部副部長樂宇成 再度受到關注 日本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石板明夫 在臉書發文說 樂宇成的名字在6月初 曾一度在外交部的網站上消失過 並出現在廣電總局的副局長名單中 但沒想到的是 最近幾天事情出現了反轉 樂宇成的名字再次回到了 外交部副部長的行列